這球撈起來 打穿了內衣的防線 請承安打 奔艙比賽第四安打出現 在影局下半一人出局之後 蔡佳彥敲出了穿越三遊間的安打 當時的先發投手 先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投手犯規啦 被二雷神給抓到 投手感覺他不太確定 所以 劉宜成總教練要上來問 看一下剛剛這個判決 判定了應該是一個投手犯規 那就看周恩龍的啟動 是不是有些瑣碎的動作 他覺得沒有明確的定格啊 因為周恩龍其實 手套拉上來之後還在裡面抓球的感覺 沒有完全禁止 但是這個我覺得就是裁判的認定 像現在這樣就禁止了 過去兩位投打對決 林哲兵跟周恩龍有五次的對決 林哲兵是沒有敲出過任何的安打 這是個壞球 所以獲得個保送 從球數頂先 投到滿球數最後保送 真的是投的我最不想看到的內容 打的非常的深遠 不用追啦 三分碰 在一局下半直接開轟 內包上兩名跑者的情況下 王勝偉敲出了全打 而且是掌握了前面都比較沒有辦法去做好的擊球點的一個訴求位置 可以看到內角的訴求進來 前面他都是出棒比較慢 但這一次他就有準備了 以富邦的義軍近況來說 攻擊端火力支援比較薄弱一點 黃盛偉這支三分砲也許可以給義軍一點想法